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宫新闻秘书尚皮耶在媒体简报会上说 白宫也是美国政府相信 这会是严重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丁收入的最有效的办法 而这么做不仅能够让普丁的石油收入减少 也会让全球的能源价格往下降 国际能源总署在7月份说 俄罗斯石油出口量虽然跌到去年8月以来最低水准 但是由于油价的上扬 比去年平均价高出了40% 6月份俄罗斯石油的出口收入 还比5月份增加了大约7亿美金 另外在美国和中国的关系 也因为美国众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而恶化 外界就担忧在11月份 拜习会恐怕也因此生变了 但是白宫国安会议发言人科比也在昨天说 双方仍然在持续积极的就拜登习近平会面日期地点进行协商 只是目前还没有任何的定案 在为了反制 在美国的众院议长佩洛西八月初率团访问台湾 中国也宣布了取消获得暂停中美8项气候军事 以及打劫犯罪相关合作的会议 而在台海军事挑衅行动也是频频发生 部分人事则忧心 原本渴望11月要举行的第一场拜席的面对面会晤 恐怕因此生变 在现在白宫方面则表示 这一个会面安排的工作还在持续进行 并不会受佩洛西访问台湾的影响 下边我们再看到 美国的两栖突击舰 黎波·李浩日前进入了南海活动之后 昨天已经抵达了新加坡港靠港访问 预计会停留数天 未来是否会航向台湾附近海域 在舰上的人员则表示 不谈论未来的行动 强调会依国际法来执行任务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这是在绘图晶片设计巨头挥达 他就在昨天说 美国官员要求他们公司 停止向中国出口 两种用于人工智慧作业系统的 高阶运算晶片 而这一个举动 可能会削弱中国企业 执行图像辨识等先进技术的能力 好 我们也看到 在FDA美国的食品剂药物管理局 昨天也宣布 就是批准接种莫德纳与辉瑞和 BioNTech等药厂所制造的升级版的 COVID-19疫苗加强针 这种新疫苗所立目前居主流的 Omicron变异株 BA.4和5为目标 莫德纳和菲斯林的BioNTech 他们的升级版疫苗 都是二架疫苗 也能够对抗先前所有的COVID-19的病毒 疫苗锁定的原始病毒株 而美国预备 在今年秋天开始展开接种的行动 获得FDA批准的莫德纳升级版疫苗 可以提供18岁以上者接种 而在辉瑞疫苗的施打年龄 则是12岁以上 必须在接种完基础疫苗 或者最新一剂 追加疫苗最少两个月之后 才能够接种 由于学校已经开学和天气转量之后 民众都会待在室内的时间会比较长 疫情也有可能因此再度升高 美国政府已经订购了1亿500万剂 辉瑞升级版疫苗和6600万剂 莫德纳的二价疫苗 来因应可能出现的最糟的状况 下边我们再看到的是 美国阿拉斯加州 在昨天举行了联邦众议员特别选举 民主党籍的前州议员佩尔托拉 击败了包括前州长培林 在内的强劲对手而胜出 成为第一位在美国国会代表 阿拉斯加州的原著名女性 在现在已经满49岁的 油皮克人佩尔托拉 成为了第一位联邦众议院服务的 阿拉斯加州原住民 也是第一位赢得了阿拉斯加州 联邦众议员的女性 将解替三月间辞世的资深议员 杨恩席次 做完杨恩的任期之后 他会在今年的11月8号其中选举 要竞选连任 好新闻我们来看一下加州的 这一个缺电 这个老化的电网再加上热浪的到来 在现在美国加州当局 昨天就告诉自己的民众 不要再用电高峰时段 为自己的电动车充电 在数天前加州政府才宣布 将会禁售汽柴油为动力车辆 美国西部大阪地区 现在都是在热浪当中 洛杉矶的部分地区的气温 则预测可能会飙到 华氏110度左右了 在酷热也让原本就吃力的电网 现在承受巨大的用电需求 特别是民众在下班和放学之后 都纷纷打开冷气的时段 所以电力难以负荷 在现在加州则呼吁民众 尖锋时段电动车 别在那个时候充电了 好 我们也看到 在现在美国前总统欧巴马 和他的夫人Michelle 他们的官方肖像节目仪式 在遭到继任总统川普 拒绝办理之后 现在终于9月7号 会在白宫举行 总统肖像节目仪式 是白宫维持多年的传统 可以让接下来的总统 有机会向历代前任致意 而在欧巴马执政8年之后 在为一个任期的总统川普 却拒绝承袭这项传统 好的 朋友们带给大家 这是在美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健 在美国新闻之后 我们下边将把焦点转到 国际新闻方面 和我继续的一同关心 在我们的国际新闻 第一个就看到巴黎方面的报道 俄罗斯天然气公司 就在日前宣布 9月1号起 就是今天起 要暂停向法国运送天然气 法国总统马克宏已经表示 明天将会召开国防会议 第一次要针对冬季的供电可能性 要做沙盘推演 危机当前 有近六成的法国民众表示 已经准备节电 避免在年底能源匮乏 两年多来 对抗COVID-19的疫情刚刚告一段落 法国到现在 以及整个全欧洲 在新学年开始之际 现在陷入的是新的能源危机了 接着在伦敦方面的新闻 英国首相候选人 外交大臣特拉斯 则在昨天表示 如果他担任首相 将会联合美国的盟友 一同对抗日益专断的中国 他说英国应该避免 对中国俄罗斯等威权国家 形成战略层次的依赖 特拉斯曾经主张 重新检视 在英国政府去年3月 所发布的外交国防安全政策 综合检讨报告 包括调整对中国的评估 在安全威胁方面 报告对俄罗斯有大篇的分析 但是对中国琢磨有限 而且通篇并没有提到了台湾 虽然报告同时揭示了 向印太倾斜的政策方针 在保守党党会选举进入最后的重刺阶段了 明天下午5点截止投票 保守党在现在在伦敦也举行了全国12场演说和造势大会 那么在英国首相候选人特拉斯也表示 如果他担任首相的话 将会联合美国的盟友来对抗日益专断强势的中国 接着我们再看到德国的联邦国防军总监佐恩 他表示德国将会扩大德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 派遣更多的军舰并且和盟友演习 同时还会密切的关注庞大的中国武器的这种武装部队的集结 好 在世卫方面呢 世卫组织在昨天表示 所公布的数据显示 在全球Monkeypox猴豆的感染病例突破了5万的大关 但是疫情热点 欧洲和美国的疫情现在正在减缓 全球目前一共通报了50496起的猴豆感染的斗力 在16起的猴豆死亡病例 那么世卫秘书长谭德塞则说 猴豆新感染病例已经往下减少 证明这个疫情是可以被阻止的 接下来我们看到埃及苏利市运河的管理局表示 一艘邮轮在昨天晚上因为船舵发生了技术故障 短暂的搁浅在运河当中 犹如在去年长次轮危机的翻版 然而幸运的是随后在脱船的协助之下重新的上浮了 在这一艘差一点堵塞到苏利市运河的这一艘货轮 现在在交通是在当地时间午夜过后不久 终于可以让它扶起来移开 让当地的交通在这一个运河里边再度的恢复 好 下边我们再看到国际货币基金在今天发表声明 斯里兰卡已经和IMF达成了初步的协议 四年纾困29亿美金来援助破产的斯里兰卡 IMF的纾困将取决于 苏利兰卡510亿美元外债的重整计划 新闻也看一下来自伊斯坦堡的报道 这是土耳其的通货膨胀率 现在已经直逼80% 而土耳其政府又在今天 大幅调涨家庭用电价格大约是20% 工业用电价格上调50% 根据媒体的估计 这一波调涨将使得通货膨胀率增0.8个百分点 另外在昨天是英国戴安娜王菲 施舍25周年纪念日 在悼念者都聚集在她当年 巴黎发生车祸丧生地点 献上鲜花 留下纪念她的卡片等讯息 戴飞是在97年8月31号 在巴黎的阿尔玛桥的隧道中 遭狗仔队跟踪随后失速发生车祸身亡 事发到现在25年 世人还是怀念在当年 戴安娜王菲的风采 好 我们最后看一则 这是温室气体的情形 这是来自 报告是来自美国方面的 指出2021年地球的温室气体浓度 和海平面的高度双双创下新高纪录 尽管是不断地努力阻止排放 但是气候变迁依旧势不可当 在这个报告当中表示 这个数据就可以看到 持续而且更有说服力的科学证据 显示气候变迁造成全球性的影响 而且没有趋缓的迹象 朋友们 带给大家 这是在美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北剑 在美国和国际新闻之后 我们要在这 和我一同关心的将会是 在两岸方面的重要报道 在我们中国方面的新闻 第一个看到 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在昨天在北京登场 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制贺 制贺信 那么也表示 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一道 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吸手共促开放共用的服务经济 为世界经济复苏发展注入动力 另外 COVID-19疫情和因应的防控措施 重创了中国的经济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昨天表示 要在推进稳经济政策发挥效能 接续政策细则9月上旬应该要进出 着力扩大有效的需求 供固经济恢复基础 进入9月 官方准备推出更多的政策 应对在中国国内外经济的挑战 而媒体报道 李克强昨天在北京主持 国务院常务会议时 表明要再推进稳经济 叶兰子政策发挥效能 接续政策细则 在9月上旬就会进出了 另外 美国晶片设计巨头 辉达被美国政府要求限制 向中国出口两款高阶晶片 中国商务部则在津贴批评 美国滥用出口管制措施 外交部则指美国方面的做法 是典型的科技霸权主义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今天表示 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方面不断滥用出口管制措施 限制半导体相关物项对中国出口 中国方面对此坚决反对 另外 针对联合国人权事务 高级专员巴舍来 今天也公布了关于在新疆的报告 指中国的行为可能会构成违反人道罪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则在今天表示 联合国这个报告是完全非法 而且是无效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先前对西方国家 批评新疆人权的反驳 在中国媒体上是必定要报道的消息 然而巴舍来 在今天公布的新疆报告之后 中国方面从驻日内网的代表 以及外交部的回应 都不见中国媒体做任何的报道 等于形同封锁了 现在在中国当局在国内 现在全面封锁相关的消息 就连在中国自己媒体转发 中国驻日内网代表团 反批新疆报告的声明 也都全部被下架 好 接着我们再看呢 在中国官方也在 今天公布了新增本土 COVID-19病例1903例 由于中共二十大即将在10月要召开 在这个敏感的时刻 中国各省市清零总动员 海南新疆在先利拼社会面清零 而谈到了疫情 我们也看到现在在连日新增了病例 疫情不见趋缓的情况下 四川成都市稍早就宣布 由1号晚上6点起 全市居民原则居家 不得随意进出社区 并且会连续四天进行全员核酸检测 官方虽然没有说明 但是成都应该来讲 实质上现在已经封城了 好 接着也看到 中国COVID-19的疫苗高速需求不在 所以多家A股疫苗龙头股红利流失 上半年的获利明显大幅的往下降 分析则认为 谁能够更快的开发出应对变异株的疫苗 才能够抢占在未来的市场 在现在呢 中国的媒体在昨天报道 近期多家A股疫苗龙头股 上半年的都被爆出来陆续披露 包括了康西诺 康泰生物 制飞生物 它们的尽力比去年同期都呈现的是 大幅度的下滑的情形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其他方面的新闻 先看一下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 在今天起实施 这是中国第一个规范住房出租 长租公寓等新兴业态的一个地方性条例 其中是明确的定律了租金明显上涨 或者有可能明显上涨时 官方是可以采取干预措施 来稳定租金的水平的 另外呢 在中国内蒙古也提案 将公社面积切出房价的计算 使用室内面积来作为房价计算的依据 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则说 将会把这个建议列为近期急需修改的 立法项目的建议 上报住房城乡建设部 而在中国的官员方面 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则在今天发布消息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驻国家安全部纪检监察组的前组长 也是国家安全部的前党委委员刘彦平 现在因为严重违纪又违法 已经被开除党籍和攻击 也就是说被双开了 好 最后我们看到来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天表示 大陆广东省以及深圳市当局 支持在香港方面提出的逆隔离的安排 双方将会成立专班加以讨论 并且会实践 他与广东 广州和深圳官员 进行了线上讨论 彼此同意加强香港和大湾区的合作 广东和深圳也同样支持 这个逆隔离的建议 好的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大家 在中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剑 在中国的新闻之后 我们的焦点将转到台湾方面 由台北的新闻主播接棒 继续为朋友们播报 请和我一同关心 德州的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阳广主播张旭华 在台湾的消息方面 劳动部今天邀请劳资政学四方 讨论明年基本工资调幅之后 拍板决定 2023年基本工资月薪 由目前新台币25250元 调升到26400元 调幅达4.56% 时薪由目前的168元 调升到176元 调幅为4.8% 劳动部长许明春说 有分享也有体量 一半一半 然后我们再取个整数 作为本次月薪调整的金额 那时薪就是以相同比例的 来调整 所以我们其实刚刚这样加起来 就是2.92加2分之1的 这个GDP 3.76 由于基本工资仍然难以在2024年 达到蔡英文总统的目标3万元 对此劳动部长许明春表示 会继续往目标迈进 也必须务实兼顾产业的困难 以免对国内就业市场 带来巨大冲击 劳方代表全国产业总工会 理事长江建新表示 此结果是劳资双方各退一步 希望大家能为台湾的经济 共同努力 让劳工的基本生活需求 有所提升 工商团体则多表示 超乎预期 全国商业总会理事长许舒博 下午对此大表无奈 认为是在服务业的伤口上撒盐 他呼吁劳动部长许明春实现承诺 与经济部协商插额补贴等配套措施 而且放宽适用范围 全国中小企业总会理事长李玉佳 也表示条幅超乎预期 希望政府能够给予配套措施协助 正对中共对台军演 无人机侵扰我军事阵地等 威吓挑衅举动 美国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科比表示 中国试图透过穿越台海中线 在台海附近军演 无人机飞跃等行进创造新常态 美国已经表明不会接受 将持续依法协助台湾自我防卫 外交部今天表示 对美国在台海情势升高之际 一再坚定支持台湾 并以具体行动维护台海和平安全 与区域稳定 外交部表达诚挚感谢 外交部北美司副司长马博元说 我们会持续与美国以及所有关心 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伙伴合作 对抗威权主义的扩张与侵略 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以及自由开放的印太区域 此外对于台湾政策法案的进度 外交部表示 民主与共和两党参议员领先提出 支持台湾的大型法案 彰显美国国会对提升台美关系 跨党派的高度共识 愿景与坚定支持 外交部表达高度欢迎与诚挚感谢 目前该法案仍然有待参院外委会审查 我方了解外委会有很多朋友 对推动此法案的态度积极 接下来会持续和美国国会友人 及行政部门保持密切合作联系 以最稳健的方式深化台美关系 国军首度击落飞入侵扰的无人机 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今天表示 中午12点03分发现不明民用空拍机一架 进入诗语尽限制水域上空 驻军部队依程序应处 市警驱离无效之后 立即防卫射击予以击落 击落后落海 金防部指出 部队将持续征搜警戒 严密监控 以为防区安全 因以无人机侵扰 蔡文总统日前下令国防部 适时采取必要且强力的反制措施 而驻守部队从8月30号开始进行实弹的防卫射击驱离 接下来关心的是 针对香港苹果日报台湾分公司 将由香港清算人委任人员接管的报导 洛会今天发出严正声明表达政府的严正关切 洛会强调 此事源自港版国安法这项恶法 如果港方执意将恶法黑手伸入台湾 我相关机关将依法立即采取相关作为 阻止恶法效力渗透来台 媒体报道指 港方指派的香港一传媒清算人 打算委任我国内公司负责人 进行香港苹果日报出版发展有限公司 台湾分公司的清算及业务处理 文化部今天也发布新闻表示 基于保护个人资料安全的立场 今天派出检查小组到台平 了解实际各资保存清新 对于台平今天尚未能具体说明的 个资管理及安全维护情况 文化部再次要求应该于9月5号前提供 具体的个人资料档案安全维护计划 或业务终止后个人资料处理方法 财经消息方面 中华经济研究院今天公布 8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为47.2% 续跌0.6个百分点 连续两个月紧缩 是2020年7月以来最快紧缩速度 而且六大产业都承报 未来六个月恐为紧缩 8月的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NMI则是回跌2.9个百分点 来到53.8% 连续两个月扩张 而NMI未来六个月 展望指数连续五个月紧缩 但指数小幅回升 0.2个百分点 来到43.9% 中经院院长张传章指出 制造业非制造业都对未来感到保守 主因是全球经济前景不佳 产业尤其电子业库存压力大 而且俄乌战争等地缘政治风险未解 像是俄国对德国断气 让欧洲经济雪上加霜 另一方面 中国清零政策 限电等也会对财商产生影响 他强调各种不确定性未解 势必影响台湾经济 外销订单翻黑 就是警讯 张传章并说 警官厂商对苹果新机有所期待 期盼能带动拉货潮 但在消化库存压力下对未来也不敢太乐观 在疫情方面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公布 国内新增33,875例本土个案 比上周同日增加6,908例 增幅25.2% 确诊数连三天破3万例 另外有243例境外移入 确诊个案中新增36例死亡 有专家以病毒进化角度分析 认为在BA.4,BA.5之后不会再出现新的变异株 对于疫情是否渴望于年底收尾 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一军今天表示 病毒仍然在持续突变中 外界不能太乐观 必须审慎以对 所以这个病毒的变化趋势 跟这个就是产生的突变 还是目前看起来仍然在继续的累积当中 除了我们现在流行的 Omicron BA.5之外 那在印度这边的BA.2.75 跟BA.2.76 甚至就是说对岸在深圳这边 最近有报告这个BF.15 那其实是BA.5的一个细分支 都是代表就是说它还有新的这个突变 在陆续产生新的变异株的这样的可能性 本土疫情深温 指挥中心推估这波疫情将于9月中下旬达到高峰 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表示 目前北部疫情增幅较大 即使高峰过了 后续仍会维持社区的低度流行 第57届广播金钟奖 今天公布入围名单 菜团法人中央广播电台获得七项提名 今年特别奖则是从缺 57届广播金钟奖共有83家业者 885件作品参赛 参赛件数比去年增加 中央广播电台获得七项提名 包括客作客音乐 谢宇威音乐故事馆 新唱台湾诵 台湾文舞伴 人生想想剧场 以及爱的编年史 评审委员陈子宏表示 今年广播金钟报名节目类别相当多元 也让评审特别难以抉择 他说 每一个奖项几乎都会至少两轮到三轮 那就是因为大部分的节目 就是能够被我们挑出来都是很优秀 那因为很多样 所以有些东西你很难放在一个天秤上面去 去那个 所以有些时候大家就会有很多讨论 很多争论 然后有很多评审 大家各自都会发表自己的意见 至于特别奖 由于未能符合文化部彰显数位时代广播转型的重要性 评审团最后决定今年从缺 第57届广播金钟奖预定10月15号晚间7点 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举行颁奖典礼 由三立都会台三立综合台进行直播 以上就是今天的台湾重点新闻 谢谢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